走過全世界 全藥路由最用心 一百年越興奮 帶你四處趴趴走 享受自然氣勁 欣賞建築藝術 看見精彩世界 探索歷史年輪 一百年越興奮 中將會高品質 交給你很清澈的服務 我們前一集的藝術廳 沒有給我們介紹 現在我們要坐車 要遊三十六街 藝術廳也是河內很有名的 在這裡給我們介紹一下 它還有一個名字 叫做連輝帶 就是藝術廳 在1049年 離掉的時候就去了 所以很出名 我們現在開始坐這個車 坐這個環保車 我們都說這個環保車 我們現在在遊河內的三十六條谷街 三十六條谷街 這個河內的谷名 叫做深隆城 我們現在在這裡坐電瓶車 電瓶車 有谷街 谷街就是看這些東西 哇 在車上拍還是拍得不錯 所以在外人 現在讓人說 中國是世界港町 外人也可以說世界港町 逼一頂運動車 在外人買一千塊 在台灣買就三千塊 大家在電瓶車上 然後由這個谷街 這就是 也是來到河內 閉丸的一個景點 也是一定要來的 所以它就是 古早味 跟以前的 古早時代 我們一樣的店 都這樣擺 所以這就是 還保有它原來很淳樸的這個谷街 所以在河內 這是一個很淳的 總共有三十六條 叫做三十六谷街 在這個河內的市中心 以前來這坐 都坐三連車 現在就坐電瓶車 還可以說是環保車 所以在這裡 還可以看到我們的河內的純樸 還是可以看得到 還可以看到以前 他們在買的東西 因為他們快要聖誕節了 這是十幾位青石出發的 所以 現在就看到他們都在買這個聖誕節的佈置 這個叮叮噹噹噹的東西 所以他們這裡也是一樣 過聖誕節 因為他們這裡也有天主教 和基督教 他們也都過聖誕節 這裡 你看這是古早就 這也是 有很多中國的味道 中國的味道 所以這裡也是 有一些信不夠的人 所以這個外南人 我都說他們這裡的人 先做比較小 但是外南人 讓我們的感覺 就是這樣很淳朴 很淳朴 尤其是北緣 北緣比較沒有南緣 我這樣虛化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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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常rt 暈了好 謝謝 Beta 、咱們 甚麼呢 這什麼西日像沖上寶 聖誕快樂阿童 乃! 在這裡 祝生日快樂 好吧 過牛呢 祝您 perk味 請天健康很久 萬叔如意 哇,这个是很快乐的 希望你们的生日都来参加我们的旅行团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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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现在让我们看看 一个真真正的河内大塞车 这个河内,我说它是在阿州 塞车是白名的,车车 整个路人,顶着像一个大厅车上 因为这个地方车车也是造成这些人 大家开车技术都很好 那总算就是河内跟下龙湾,我们都走完了 那我们现在,我们要准备搭飞机了 因为我们要从河内,要到中越,我们去白湾 现在我们坐飞机,坐股内线 要来中湾,我们要来飞机搭飞 顺化,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地方,叫顺化 来到顺化,我们再换一个另外一个桃园 当地桃园,顺化是一个孤独 是一个孤独 我们这道可以说来这里是外人的中部 你看,我们坐的车很高兴的,你看 这个巴士,这外人的巴士,我们都尽量选到最好的 好、最安全的巴士 这个顺化孤独,我们现在这里也能看到 树有越南的紫禁城美,美称的大内黄城 在这个地方就看到,就像中国的北京城一样 这个地方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以上 所以,我们现在就看到,这个叫做大内黄城 山坡要联合国家里的尾巴士 当地大奈,有13个土地 从1802年到1945年 但是,现在我们在这里, 我们不保持三个 他们不会安的 然后, whi,就去对 这个 黄陵,独隽一步 这个主地是,这就是 这就是大石 就是,那就是大石 这个可以说就是顺化最漂亮的一座皇陵 它的建筑的风格是融合中国和法国的特色 所以和其他的皇陵有一点不一样 而且这个启定皇陵它依山而建 占地叫其他旁边有两个小皇陵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入口处看到雕龙的阶梯 还有平台上有像跟马 还有文武、文武、百官都看到 所以这个是非常的漂亮 所以说到这个就是在越南那个卵巢 卵巳皇朝 第十位皇帝启定 这就是他的梦 所以说这个地方变启程殿 我们这里有看到启程殿 这个可以说是顺化最漂亮最豪华 所以人家说这个皇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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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